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11月1日,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, 即2022年之后,2034年世界杯将在沙特举行。 这将是世界杯第三次在亚洲举办,也是第二次在西亚地区举办。 沙特成为了2034年世界杯的唯一申办国,得到了亚足联的官方支持。 沙特之所以选择身败世界杯,是因为它是沙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。 世界杯的举办不仅能够促进该国足球发展,还能够帮助国际足联继续创收。 与卡塔尔一样,沙特的夏天气温也很高,因此世界杯有可能第二次在北半球冬季举行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